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5号星期三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川普政府核弹级对华政策 全面数字脱钩 这是一个 重磅级的政策,也是个重磅级的新闻,所以 我们今天很快就准备好了这个题目 为了防止我们的聊天室出现死机的情况,所以我就提前了几分钟 那好 我们现在开始讲新闻 今天下午,8月5号的下午,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发表一个政策 发表一个政策,这个政策是 叫 干净网络的倡议 它是要确保 它的陈述是要确保美国的网络 不受到中共的影响 干净的网络呢,包括五个领域 第一个,干净的运营商 第二个,干净商店,第三个,干净应用 第四个,干净云储存,以及干净的电缆 这是五个领域,这五个领域非常全面,就是数字的五个领域全部覆盖到 什么叫干净的,就是跟中国没关系 就是 我们之前讲,中国修了一堵墙 把中国,沿着中国的边界 修了一堵数字的墙 或者我们叫 数字的铁幕 形成一个封闭的环境 外部的世界跟它没有办法进到中国里面去 很多网友要通过翻墙 跑出来才能看到 看到我们的节目 那么美国的这个措施有点像什么 美国的措施沿着中国的墙修了另外一堵墙 是什么墙 就是我跟你不来往 中国是修了一堵墙,是跟世界不来往 美国修了一堵墙,也是沿着中国的边界修了一堵墙 什么意思 就是我不跟你来往 他的那个墙更深 墙更厚 更高,他修了一个这个墙 那么这是今年4月份 4月份蓬佩奥国务卿提出来一个5G网络 有一个叫干净路径的倡议 他在今年的4月份提出来 就是5G的 5G的领域,要有一个干净的路径 那么显然今天他提出来的这个 数字脱钩叫干净网络的倡议,就是在这个5G的干净路径的一个 延伸和扩大 其实他就已经覆盖了整个的数字领域了 他这么说,他说 美国正在确保 中国的电信营运商不与美国的电信网络连接在一起 因为这些公司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因此 不应该提供往来 美国 往来美国的中国和美国的国际电信服务 所以他提出来5个,排第1个就叫干净的运营商 他说我们正在努力确保中国电信公司不在美国提供国际电信服务 我与 司法部长巴尔,国防部长 艾斯伯以及国防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一道 敦促 联邦通讯委员会撤销和终止 中国的电信 中国电信和其他三家公司 提供往返美国的电信服务的授权 这就是要建立一个 干净的运营商,就是 美国的所有的客户,中国的电信营运商碰不到美国的客户 这是第1个 第2个 干净的商店 美国也在采取行动,把中国的应用程序 从美国的应用商店里面清理出去 这比 这比说TipTok,抓一个TipTok要来得厉害 他要把所有的中国的应用程序 从美国移动应用商店清理出去 以保护美国最敏感的个人和商业信息 不被中国利用或者是窃取 蓬佩奥说,他说中国的这些应用 威胁到美国的隐私 散布病毒 传播虚假 传播和宣传 虚假信息 这是第2个 干净的商店 他说川普总统提到了即将对TipTok采行行动 他有很好的理由这么做 由于母公司位于中国向TipTok WeChat 和其他的应用对美国公民构成重大的威胁 就更不用说充当中共内容审查的工具了 他很了解情况,他非常了解情况 蓬佩奥对这个情况非常的掌握 这是第2 第3,干净的应用 干净应用是指防止华为 和其他中国智能手机生产商 预装最流行的 美国应用程序 或者是使他们可以下载 所以我讲 我们总结是,这是数字脱钩 就是你的东西 我是不用的了 我的东西 你也别用 就这个意思 他说我们不希望各家公司在 华为侵犯人权或者中共的监视机构中 成为同谋 这是警告美国的供应商 这是第3,第4 干净的云储存 蓬佩奥宣布的第4项新的努力,就是 不让中国公司 参与美国的云储存业务 以保护美国最敏感的个人信息 和我们企业最有价值的知识产权 包括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究,不被阿里巴巴、百度、中国移动、中国电影 腾讯等公司运行的云 系统 接触到 他说 美国国务院将与商务部和其他部门紧密合作 限制中国云服务提供商在美国收集 储存和处理大量数据 和敏感信息的能力 这是第4个,第5个 干净的电缆 干净的电缆就是要确保 把美国与 国际互联网连起来的海底电缆 不受到颠覆 以供北京 收集情报 蓬佩奥说我们正在努力 确保中共无法损害 把我们和其他国家 连接到全球互联网上的海底电缆传输信息 他明确表示 美国不再允许华为 海洋网络公司 以远 远低于其他国家 其他公司 的价格竞标,使用 中国政府支持的海底技术,把亚洲 太平洋、非洲 和欧洲连接起来 蓬佩奥呼吁所有热爱自由的国家 和公司 加入这个干净网络 什么意思 他不仅仅要在 他不仅仅要修一堵墙,而且要把这个墙 修到中国修的墙的旁边去 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一起起来跟中国隔开 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政策 非常厉害的政策 这个比目前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脱钩政策 都要厉害 甚至比经济上的脱钩还要厉害 那么中美脱钩是 中美对抗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 数字脱钩 毫无疑问在这个环节当中 是最核心、最关键的步骤 他比经济上的脱钩 影响更大 影响更大,他的影响 应该是排第一的 那么 他肯定 超出了我们之前讲的 封掉这个微信啊,封掉这个封掉那个,他不是 他不是 封掉某几个APP 这么简单 他是直接从 数字领域 进行全面脱钩 中国修六堵墙 把中国和其他 其他外部世界 隔开 美国沿着这堵墙再修一堵墙 就是你也别到我这里来 中国修那堵墙是不让别人进去 但是他可以出来 美国修的这堵墙是什么 美国修的这堵墙是让中国没办法到美国来 就这个意思 那什么意思 那么美国 和中国 就在数字领域 全面脱钩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 联通 我讲的不是那家联通公司 联通是连接的联 通讯的通 联通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基础性的特征 那么如果把联通这件事情断开 那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会产生什么影响 回缩 就有点像什么 大家知道面吗 我们和好的面 拉开一松手他就会回缩 如果你和 如果你和他 联通断开了的话 你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出现回缩 这种关系会 会加续两个经济体的 漂移开 它产生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有两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件事情 谁对谁更依赖 那么从目前来看 毫无疑问 中国对美国更依赖 无论是从科技 到这个技术 到这个产品等等 这很依赖,特别是我讲的这个 生态圈,有很多生态圈来自于美国 那么这种级别的 断开 那是不留余地的 这是没有任何余地的,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这会从政治、经济、产业 社会 文化交流各个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怎么说都不为过 怎么说都不为过 这个政策我想如果真的实施 现在 美国只是 蓬佩奥今天提出来的是一个倡议 这个倡议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先把这件事告诉大家,我准备这么做 中国其实是要通 通告全世界 让全世界跟他们一起这样做 跟美国一起这样做 如果其他国家真的跟美国一起这样做的话 那中国就会闷死在里头 基本上就密不透墙 密不透风 这个墙就变成密不透风 你不说别的,你就五眼联盟加深日本 一起干这件事情 中国就麻烦大了 那就五眼联盟加深日本 就这六个国家同时干这件事情 那对中国来说那真的是 怎么说 我不能讲毁灭性的吧 但是也够毁的了 但是也够毁的了 所以 今天这条新闻毫无疑问,是目前我看到的最重要的新闻 这个新闻,这件事情呢,蓬佩奥提出一个这样的倡议 他还没有变成一个政策 变成政策,他需要一个过程 需要一个过程 那当然他也需要其他国家回应他 然后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美国在推动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我觉得他会陆陆续续发生 你比如说电缆 电缆就已经在发生 那你比如说这个 你比如说这个云储存这件事情已经在发生 电缆 云储存已经在发生 那 运营商这件事情,大家知道 运营商其实对美国来说会更快一点 我相信 运营商 然后是云储存 然后是电缆 这三个会先发生 最后发生的是什么 最后发生的是 应用 和 商店 商店就是App 就是把中国的App全部清除出去 这就是一块 然后就是商店,商店是什么 把美国的产品从中国的手机里面清除 这其实就是谷歌 讲的就是谷歌 那么这个应该也会快 这两个应该会比较快 所以如果是把这件事情 要发生的话 那么对中国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影响 这是震撼极的,震撼极的影响 好,今天这个议题就讲这么多,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他现在是个倡议 他变成一个政策,我估计 不好说 川普总统 我们之前的节目讲过,川普总统就是雷声大雨脸小 不知道他什么 川普总统手上有很多 类似今天这样的 武器 手上有很多这种 级别的武器 但是川普总统都没用 今天 这个蓬佩奥,国务卿蓬佩奥 又在川普总统的办公桌上 又放上了一把大杀器 就不知道川普总统什么时候用了 那么这个政策是很厉害的 那我今天呢 我今天其实准备了另外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我想跟大家讲 讲什么呢 讲武器 武器呢 中国 从前年开始,中国开始推武器 18年就全面开始推武器 中国在5G这件事情上抱有非常大的希望,为什么 中国最早部署 在5G上面,中国最早部署 最早动手 所以 华为的5G,华为在5G领域有最多的专利的原因是因为 他最早动手 很早就开始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开始 申请各种专利 然后呢,华为的在5G领域呢,他的确动手很早 所以他有 有一定的技术优势,或者是叫专利优势,专利优势不一定说他很先进 他只是 制造 对方的麻烦而已,其实在通讯领域大部分都是 给对方制造麻烦 那你没办法弄,就是一个问题 但是5G到现在,5G去年开始全面推 去年全面推 到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 我告诉大家 中国的5G现在的情况是四个字 一地鸡毛 本来呢 中国动手很早 动手非常早 然后呢部署的很早 然后开始投入大量的钱 钱谁来掏 钱是运营商掏,三大运营商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联通,这三大运营商掏钱,掏钱买什么呢 买这个华为 中兴通讯 还有这个大唐电信 中国现在5G是三个供应商 最大是华为 最大是华为 那么 通过这个运营商向这个 设备商买设备 来支持这个5G的发展 那么基本上 这个 从前年开始投入,持续的投入,一年投个几百个亿吧 有的时候上千亿 几百个亿,通常五六百亿都有 那么投下来之后 这个 运营商压力很大 然后 但是 中国呢是希望通过先发,之前我们在很多领域 我们都是后发 后发没有优势,后发其实是略势 但是我们当着优势来处理 我们好,在5G上面我们先发 我们能够取得弯道超车的效果 所以在中国 在5G这个领域就投入了很大的资源 给了很多的钱 然后呢这个运营商也投入很多,然后这个 这个五个供应商,三个供应商,大唐华为跟这个中心通讯 也投入了基本上,亲全力在 在放到5G上面去,在投入大量的资源,就是两头都在投钱 投完钱之后呢 希望能够形成一个优势产业 形成优势产业在全世界的全球市场 占一席之地,形成优势的 产业链 想法 为什么,因为5G有优势 5G有什么优势呢 大带宽 然后 超低的岩石 岩石就非常快,因为它非常快就不会有岩石 然后可以海量的连接 5G是一个面向万物互联的一个时代 所以 在5G出来的时候呢,中国在很多领域也同时开始投入 就希望形成万物互联 那像什么很多其他的,不是这个行业的人都在这个领域开始投钱 那么想弯道超车 然后形成产业领先 然后再向上向下延伸,形成巨大的产业集群 这个故事呢,从前年开始讲 讲到去年,讲到现在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现在情况叫一地鸡毛 什么叫一地鸡毛,我举个例子,举个什么例子呢,就是联通 联通最近出了一个新的政策 什么政策呢 现在联通有20万个5G的基站 大家知道,移动手机 需要基站来覆盖,大家在基站的范围之内才有信号 联通现在有20万个基站 他把这个20万的基站,一到晚上9点钟把它关掉 到第二天早上9点才开始,才又恢复,又开机 为什么要这样干? 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 没什么人用 就是这个时候 5G的手机不多,5G的应用也很少 然后他开5G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耗电 非常耗电 那么他把这个从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9点把这个关掉 他一天能省一个5G的基站,一天能省15块钱 不要小看这15块钱 一天能省15块钱,那个电费可以省15块钱 那么 一天就能省多少,20万个基站,一天就省300万 一天就300万 一年能省多少钱 12个亿 然后呢今年年底,这个联通的基站会 会发展到多少 发展到 100万个 100万个基站 一年能省多少钱 60个亿 这个数字一大就很 联通一年的利润是多少 100个亿,你想一下 100个亿,那么他能够省60个亿 他当然得这么干 那么这些年呢,中国的这些电信运营商的日子不好过 那个新的客户增长非常的慢 新的客户增长得非常慢 然后又开始搞5G,5G有巨大的投入 那么这个利润就开始下滑 甚至 只能想开源 只能开 开源没办法,只能截留 那么为什么这个中国的电信运营商 现在5G业务到了要 要省电费的地步呢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有两个,基本原因 第一个原因,政府好大喜功 5G大概快上 第1个,5G的技术本身不成熟 那么设备也不完善 在设备的考证方面做的时间 太仓促,中国要弯道超车 你一弯道超车,那很多时候就罗不快了不洗泥 这头呢 然后设备不完善 然后呢,行业呢,又没有应用 你5G呢,你现在 你现在网络起来了,可是应用没跑起来 所以呢,基站那个耗能非常的大 它产生的影响就非常的大 这是第1个,第2个 投入巨大 投入巨大去建基站 那么很多地方呢,本身4G它的负载就不高 就是说从3G升级到4G 本身它的用户呢,就没那么充分 你现在框仓一下,去了5G 5G手机还不多 那根本就更没有什么业务 所以呢 很多基站呢,它处于一个闲置状态,就因为你没有5G手机 你当然5G基站放在那里,只能当司机用啊,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如果算上设备折旧 在5G业务当中 所有的应用手机 三家运营商 毫无疑问是亏的一塌糊涂 亏钱赔钱赔的一塌糊涂 而且你在短期之内看不到它转折的这个业务 业务出现上升或者是 有亏为赢,这种看不到 这个问题啊 而且 以现在的5G的业务形态来看 主要的业务还是 还是个人5G手机,搭手机 其他的跑,我们说的万物互联 万物互联根本就没有万物互联起来 万物没有互联起来,万物没有互联起来,5G的优势根本发挥不了 5G的优势就是海量链接 反应非常快,根本没有岩石 然后你带框很大 你这个应用没有起来,你5G 没有用5之地 为什么,因为你本来5G是用在什么 用在2B的业务上 那你本来是需要垂直往下,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像 港口 港口货运,货物的这个 储存、运输 用5G技术 进行网络覆盖,那他可以在上面跑这种 货物的进出啊,这个等等 盘点等等 这非常有效率 但是你得垂直的往下下来,把整个应用建立起来,你才行,你如果没有建立起来 那你只是跑 5G只是大家上网 打游戏 那5G花这么多钱,5G足够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基本上就是浩大喜功 不考虑 市场的需求,不考虑业务发展的特征 领导拍脑袋,一拍下来,觉得我在这个领域我可以赌一把 结果把谁赔进去了 把两个行业,三个行业赔进去了 第1个 设备供应商赔进去了 华为也好,中心通信也好 这个大唐,大唐电信也好 他们投入了巨资 研发这个5G 这个基本上他们全部已经 捆到,首先捆到5G战车上的 就是设备供应商 这是第1头 如果整个市场不好 先出现困难的是谁 先出现困难的运营商,就是电讯运营商 电讯运营商 他要买设备 他把钱花出去了 把东西装 没业务再跑 没有现金流 麻烦大了 所以现在是这种 而且5G投入的非常的大,规模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 因为它是高频 高频技术 它覆盖的面就小 覆盖面比较小 那直接影响的是什么 你就要用更多的基站来覆盖,同样的覆盖 你比如说我原来用 用10个,我现在要变成多少,我看一下 基站数量 5G的基站数量比4G要多3到4倍 3到4倍,也就是说我基站,首先我买基站就买多,多花钱 然后呢 5G的设备比4G的设备 多多少呢 功耗 多3倍 多3倍 那你两个,两个一成你就知道 整个的5G,我们不说别的,就是5G的能耗 比4G 多9倍 2018年 三家运营商 移动移动基站的耗电量是270亿 那么总电费是240亿,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省大数字 那么等它全部转成 转成5G 全部转成5G,电费就会达到多少,电量是2430亿度 电费会达到2160亿 2160亿,现在他们基站还没全部建完 等所有的全部建完之后 这些就光电费这块,其他先不说,折旧先不说 三大运营商就得赔钱 所以 三大运营商现在,先出来的问题就是,三大运营商现在就是 节字而语 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运营商 生意好不了 它整个的 这个电讯行业的下游 那就全部完蛋 那么上游设备供应商好不好 能好到哪里去,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在5G这个领域 中国赌了一把 赌了一把呢,现在的情况,我们先其他 先说国内的情况 国内的情况呢就是 5G的万物互联没有起来 没有起来,整个的运营商赔钱,赔得一塌糊涂 然后呢这个设备供应商也会有问题 然后它 电讯行业的下游 就是万物互联的这块也是 没有起来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好,我们讲讲 外面的情况 那么 那么 好,现在 那现在卖5G设备,就是卖家华为现在什么情况 所有人都在关系这个问题 那么最新公布的数据是这样,爱立信官网公布 已经获得95个5G合同 超越华为 成为5G商用合同最多的供应商 现在第一是爱立信 那么其中 目前 华为现在的合同还停留在2月份的91份 合同 91份合同 但目前还没更新 排第3是谁,排第3的是这个洛基亚 诺基亚是70 排第4是什么,三星,三星现在调回去了 那么三星过去7个月取得了4比5G合同 那么大概是这样,现在就是 爱立信超过了华为 当然是因为什么,当然是因为这个美国联合各个国家打击华为 如果没有美国打击华为的因素,那华为肯定在5G领域,它会应该有什么 应该获得更多的合同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就是 国内市场有问题 国际市场 爱立信也好,诺基亚也开始追,诺基亚已经是70 那么如果下一步再继续发展下去 那么 如果国外市场 在美国的打击下 停滞不前 国内的这个整个的运营,运营这块的行业日益恶劣的话 那么我相信华为的后面的日子 苦日子 就很快就到了 大概就是这样,我就顺便把这个 今天把这个5G市场的情况 跟大家报告一下,5G这块 中国虽然是先发,我看到其他国家现在才开始出 去年中国就开始出5G 那么虽然中国先发,但是现在 由于 由于它的万物互联业务没有起来 所以现在 首先暴露在 暴露在枪弹之下的就是三大运营商,三大运营商现在非常困难 有问题 好吧,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讲这么多,总结一下 第一 川普政府 宣布对中国的一个新的 核弹级的政策,就是数字脱钩 数字脱钩将会产生巨大的震撼性的影响 这是第一,第二 由于5G技术,中国政府的浩大喜功,现在 无论是设备商还是运营商都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就是 叫什么 赔钱赔的连电费都交不起了 这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 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我们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 三个情况、问题、观点 好吗 OK,谢谢 好,我们现在进入这个互动 鸣谢一下 我不知道怎么念 赫霞还是夏合 我就读赫霞吧,赫霞更好听 打卡洛杉矶,前些日子一直在生病 又刚填纳西周回来,特意等直播 注意身体,保重 归人111,谢谢 美国民主国家的墙不一定结实,在我看来至少要搞上 搞上发送reset包干扰 QOS減流,流量特征识别 GFW阻断,封服务器端口,中国防火墙现在 SSR都能识别了,可以做到流量内容识别 GOS GFW阻断 谁帮他做的 谁帮他做的 其中有一个人帮他做的 这是微软,微软干的事情 微软在帮他做这个事情 所以其实 其实中国很多做的事情都是由美国公司的 美国公司在帮他作恶 我不知道怎么多,谢谢,王先生好 为什么直播中王先生总怕说冒了时间 但我却很喜欢听你的各种分析 希望说多点时间更好 有和我一样的网友吗 是这样,我希望能够大体控制这个时间 不能过长 过长的话呢,我们每天有两档节目,其实已经很长了 尽量的控制好,是我的业务规范 好吧 谢谢,你们认为美国的墙能够有多结实 恐怕只能屏蔽网站,能封SSR吗,能封 V2 V2ray吗,能QOS阻断吗 能阻断服务器端口吗 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些能不能做到 但是 我认为,如果美国真要干 我觉得不可能干不到吧 以美国现有的技术和水平 我觉得是 关键是什么 关键的一切就是你得干 你不能光说不裂 是不是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 我都说了,川普的桌子上放满了大杀器 他没有用啊,你得等他用啊,是不是 谢谢,支持王老师做更好的节目,是的,谢谢你 规人111,传统VPN已经被识别了,SSR流量特征也被识别了 现在V2ray也能被识别 只有tradegen很稳 OK好吧 王先生今天的观点和昨天大不一样 昨天还在指责川普政府雷声大雨点小 今天成了核弹级的了 没有变 今天核弹级的 政策是有了 但是他在执行,他还没执行,我还在等他执行 我没有变 当然新闻都是在变化的 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各种变化 根据新闻的变化,我们也会改变很多看法 我的看法不是说我今天有个这样的看法 我会坚持 一直坚持这个看法不变 不是的 我们今天产生看法 是由于我们现在面对的,比如说我们有四个条件 我们产生看法 如果这四个条件发生了变化,多出一个条件来 这个看法可能会因为这个条件的变化 而发生改变 这不是说我们要自圆其说,不是的 我讲这些的原因是 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产生看法的依据 不是我拍脑袋,是根据现实存在的条件 形成一个看法 而这个看法随着这个条件的变化 我们也会变化的 好不好 所以 如果我发现我们之前的看法错了 我会毫不犹豫的去更正 改变我们的看法 承认错误,如果我们判断出现错误 就一定要认错,为什么 我们不会去赌 因为这不专业 专业是什么,专业是告诉我们看到的东西 告诉我们的观众,告诉我们的听众 我们看到的东西 而且告诉他们,我为什么会这么看 这才是专业 那么有些 直播 播主 说我要跟你打赌,我们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做这个 这不专业 专业不赌 为什么 我们所有的看法都是 一脉相承 什么叫一脉相承 我经常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分析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既定的框架 这个框架,当然这个框架是 我们长期建立起来的 分析的框架 那么在这个框架之下 根据这些条件 来形成一个结论 那么这个结论 会随着 我们的条件的变化,但是我们分析的框架 大体不变 会慢慢的进化 但是不会 今天跟昨天完全不一样,不会的 因为 条件也不会一夜之间全变 他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不可能 今天是黑的,明天就是白的,那很难,很少有这种情况 如果有这种情况 那就是大新闻 观点,好奇的是蓬佩奥说的,到底川普能做到什么程度 是这样 我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我都说了 川普的桌子上摆满了各种杀器 但是川普总统没用 你要看他什么时候用 观点,正负加速师轮流踩油门,中国修墙 修堵墙把世界挡在外面,川普又修堵墙 套在中国修的墙的外面,这回强国不内 内循环都不行了,呵呵 是这样的 观点,我觉得全面数字脱钩没用,中共还是可以 经由跳板连通 例如经由欧洲来连通美国 那你不懂 我讲的这个脱钩 不仅仅是连通的问题 它不仅仅是连通的问题 你要认真的再把这节目重新听一遍 绝对有用,关键是你得做 做了 影响非常大 观点 个人感觉这次15号谈判 是川普的一次摊牌 CCP影响选票的能力还是有限的 摊牌不摊牌嘛,反正就是我觉得在中美贸易谈判,这笔生意中,川普总统肯定是赔了 就是你在其他政策上 让了 可是中国在采购上也没跟上来 你不赔了吗 我觉得川普总统 这一笔生意肯定是做赔了 观点,美国早就应该禁止中国在美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 因为共产党禁止在中国传播民主自由的思想 观点,最近几年中国的互联网突飞猛进的原因是,其实是利用互联网 公司的开源代码进行加工,搭机木造 美国做互联网开源的基础设施 中国免费拿过来做应用 所以好像中国互联网企业很强 但如果封锁中国网络 中国无法访问世界开源代码库 那么中国的计算机业 就会回到八九十年代 那时美国大公司都是闭源 软件,中国直接用不了,所以那时中国的软件企业很弱 开源是一个方面,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不仅仅是开源 而是 美国是引擎 美国是科技和科技的引擎,全世界科技的引擎 那么围绕这个引擎建立了一个什么?建立一个科技生态 科技生态 科技生态系统才是美国最核心的竞争力 那么其他的国家必须依靠一个科技生态 医靠链接到这个科技生态上面去 你才能跟踪现在最新的科技发展 知道了科技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你才能够找到 往前走的方向 这是最最重要的 这个 数字脱钩是什么 你就会和这个科技的生态,我讲过其实这件事我讲了很多遍 你会跟他断开 一断开两三年之后你就不知道给甩到哪里去了 你连北都找不着 这是最最影响最大的 开源当然是,开源是一个有实际的应用,就是我拿来就能用,当然很方便 但是这个其实不行的 为什么 你用这个的时候别人还在发展呢 等你,如果你用着,你用着用着一切开 你就用不到了,用不到了你会怎么样 后果很清楚 观点,其实现实是比较简单的,海底光纜一断就行 中国光纜其实六成从香港链接 把新加坡,台湾,菲律宾,韩国和日本 接中国的光纤都断了,就实现物理 物理隔离 其实核心就是香港 香港是个出海口 打香港那边一断 现在就是现在不让走香港了 美国已经把香港这个断开 提问 老师是不是这一次是说说就完,雷声大雨点小 有没有这种可能 还是骂一顿CCP给压力,但是不动手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希望 Maybe not,我希望不会这样吧 但是 我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现在对川普总统的态度就是 听其言观其行 他做了 我才算数,今天我在 推特上面看 川普总统在那讲,讲到这个香港我要这样,我要那样,他已经现在就完蛋了,他怎么这么完蛋,讲了一大堆这样的话 我在推特上看一个视频 我不信 做了再说 你到现在 一件事没做 就是,我不说有网友在推特上说,你怎么说美国政府一件事,我这话不周演 不周演 就是 没有 非常有成效的政策出台 我在等,我们等着看 看你出什么样的政策出来 就是真正落实什么样的政策 好吗 不能够雷,现在就是 雷声大雨点小 结论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就是小毛毛雨下了两场 没用的 没用的 观点,美国关闭休斯顿总领馆 排除TipTok以及数字脱钩,其实都是有联系的 关闭领馆时声明过领馆执行颠覆活动 果断关闭是为了应对迫在没钱的威胁,不能等到大选后执行的理由 多半也是中共在试图影响 和干涉这次大选 也就是颠覆活动 排除TipTok也是因为这种基于推送的大型平台 极有可能影响美国大选和社会局势 比微信这样仅仅针对华人的App 要严重得多 OK 观点,王毅前所未有的接连说软话 应该是知道对方来真的了,多少希望能挽救一下局势 有可能是这样 但也有可能是演个双簧呢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就是大家穿个双簧呢 但是大家觉得好像 好像川普总统是来真的 其实还是在下毛旺语,挺好吗 有可能 观点 美国目前说得多,落实的少 而且说在前做得又太晚,导致中国政府非常 有非常多的时间 来做好应对措施,对中共的打击程度太浅 斟酌急 反正 反正经常有人说我太着急了,你不用急啊,等川普总统连任以后 他就开始动手了 反正我觉得川普总统如果是这样的话 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中国议题的话,我觉得他连任的可能性不太大 所以我觉得 着急都好吧,反正就是 你讲了这么多政策,没有一个洞的 只制裁了几个官员 有什么用,我觉得没有用 对待中国不能够 目前 在这件事情上涉及到的是什么 不仅仅关系到选举的问题 这关系到美国的利益呀 你想一下 你看看美国对华政策的 你自己出的这个,白宫自己出的对华的战略是什么 你自己都没执行啊 对不对 三月份到现在,三月份出来了,到现在这个都已经 都八月份了,三月份到八月份,五六个月了,小半年了 一个有力度的政策都不能出来,你怎么都讲不过去吧 对不对 你说呢 所以我 我批评川普总统也是有依据的 对吗 观点,希望加拿大也能加进,禁止中国的数字产品 目前特鲁多总统很怂 呼吁加拿大听众跟当地议员联系 向自由党施加压力 特鲁多总理很怂,的确怂 他不仅仅怂 他 他以怂为乐,我觉得特鲁多总统也是以怂为乐 他就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 我觉得他应该去 他从事演艺界可能会更好一点 我觉得发展大家会更 爽一点 情况关于5G的发展,我和好几个在湾区大厂做软件研发的朋友聊过 他们的意见都是一样,看不到5G应用的突破方向 目前用户所需求4G都能满足 现在就投入大量的资源建设5G网络并没有什么意义 一样的 所以其实你看,中国一直在吹嘘5G 但是你可以看5G现在就是这样的一地鸡毛 网络是上,这个网络是上来了 5G网络已经上来了 但是结果应用是什么呀 这就叫什么 这就叫浩大喜功 浩大喜功的结果就是一地鸡毛 情况,5G确实一地鸡毛,朋友的厂子就是 生产华为5G基站的配件 7月初接到华为的通知,暂停出户配件,至今还没有恢复 完蛋 情况,我弟弟做基站维护,说5G基站覆盖只有100米 跟WiFi差不多 完蛋 那你怎么搞 那得多少个基站,我的天 观点,中共的5G战略主要是为了超高清监控视频传说服务的 那不对 这个是可以,有这种应用 但是5G后面还是连着一大堆产业的 万物互联也不是浪得虚拟 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你没有找到万物互联的业务基础 你没有建立这个业务基础,你就不会业务在上面跑 你有业务在上面跑,你才能够万物互联,它的优势才能出来 你得让冰箱跟这个 跟这个微波炉对话 对吧,你微波炉跟冰箱不对话,你怎么去了解 中间产生什么样产生业务呢,是不是 观点 我国中国5G发展主要想建基站,赚外国人的钱 和厉害了我的国民 另外有军事用途 问题,我看报道,中国目前是全世界5G覆盖率最普及 使用率最高的国家 今天听王先生的解释,那是不是 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移动 在美国股市价格一路下跌的原因,当然 当然 5G你网络建起来了 大家只是在那打打电话上,只有100米,你得建多少个基站,你才能 实现原来的覆盖 那3到4倍,我看如果是100米的话,哪只3到4倍 可能5到6倍都不止 所以 你设备要投入很多 然后这些设备还得通电吧 花那么多电费,2000多亿的电费 三家电讯运营商分2000,一加一年要700多亿的电费 怎么付啊你说 上面跑的这个5G业务 只是大家打打电话 上网 而已 那你连电费都付不起 这不完蛋了 情况,前一段时间联通客户来电说 现在 在现有套餐技术上每月增加29元 可以享受5G网络服务,今天来电说增加19元就可以享受 不用换手机,关键是不用换手机 4G手机 就可以享受5G服务,问题来了,我想说的到底是5G还是4G 看来这个5G网络是个微5G,哈哈 情况,之前说华为要裁员9万 现在估计另外的打算了,华为应该会走华西村的路子 反正保住这个面子,已经有销量第一的华为跑步机了 反正中石油是油桶贵 华为就是商标贵了 爱国不能只砍口号,得花钱,多花钱 也对,这个非常对 好狠啊 情况,之前有人说美国会在几个月内 敲掉 Grid firewall 但现在美国各种脱钩进网,是不是美国不会去搞垮中国墙 要开建美国墙 开建美国墙 开建美国墙好像让美国人出不去的,这不是 开建铁丝网 不让中国进美国 应该是这样 王老师好 个人在联同工作,最近各种签保密协议 还是最基层的员工,离职的人员越来越多 一个人抵几个人使,还不加钱 天天加班,宣传情怀 这就是耍流氓 我觉得美国 美国如果是按照数字脱钩的模式的话 他不用去敲 中国的中国墙 他不需要去敲 他根本就跟他拒绝往来,他敲他想干啥 你说呢 观点,前两期没赶上直播,今天来发表一下对美国媒体 奇怪现象的看法,好,我听听看 美国主流媒体 政治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左右分明 左派代表CNN,MS,NBC New York Times,我觉得这些媒体和熊猫派是一伙人 关于中国议题避而不谈,天天用疫情和BLM来抨击川普 但是就是不说中美关系 右派代表Fox 因为选举年,现在只摆出全面支持川普的姿态 不对川普做负面评价 我认为这是美国媒体表现诡异的原因 Fox Fox我天天听 CNN我偶尔听一下,我不听CNN,我通常是看到网站 Nework Times我也经常看 我觉得怎么说呢,CNN是很极端的,CNN就基本上碰见川普这个字 就是negative,一定是这样 在CNN上面你看不到positive news about Trump 但是MSNBC差不多 但New York Times我觉得还好一些 Fox也没有全面支持 我不觉得,我没有看出来说 Fox有那么明显的支持的态度 Fox骂 骂川普也非常狠 没有这么,我不觉得 我觉得大家对 这里比较明显的就是两家,一个是CNN,一个是MS NBC,这两家是比较明显的,其他并不明显 我不觉得很明显 我觉得他们还是足够专业的 这个 如果说左派媒体,你说的左派媒体为了 就是他们亲共,你主要是左派媒体亲共 但是其实你看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的一些大的新闻,那是非常狠的 所以这块我又觉得不大像 我不大同意你的结论 就是因为他们是左右,所以我不大同意 你还是没解决我的问题 观点,很多人希望美国能一招制敌迅速打垮中共,但川普政府却采取了炖刀割肉 使对方慢慢失血而死,而美国损失降到最低 蓬佩奥明确告诉王丹和魏京生,美国的对华政策是长期战略 得到两党的一致认同,这也能说明为什么民主党不批评川普的对华政策的原因 我不同意 为什么 是 你要对付中共,当然我经常讲中共非常强大 他绝对不是一格子就死 所以对付中共一定是长期的政策 这个没有错 这个非常正确,没有错 对付中共一定是长期的政策 你不可能迅速的打垮他 我讲的是什么 我讲的是你得打呀 长期政策你现在不打那叫长期政策,那是没政策啊 是不是 所以你还是没解决我的问题 什么炖刀子割肉,你炖刀子割肉你得割呀,你刀子都没下,你到现在还没喊了半年了,你都没下刀子呀 炖刀子也得割下去呀 川普总统到现在炖刀子割肉也没割呀 你说是不是 所以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观点,目前美国对华政策在政策层面 是蓬佩奥主导 在议会层面是卢比奥主导 川普在外交层面认识 浅薄 行为幼稚 好在 现在逐渐交给专业人士处理 不对 美国的政策全部都是美国总统在拍板 他可以不懂 但是他也在决定,由他决定 所以这件事情 谁主导 就是一个人主导 川普总统主导 没有人主导,其他人全是给你,你听说 听一下名字都知道 全是Secretary嘛 Secretary是什么 就是他的助手嘛 就是帮他告诉他,我觉得我这么看,你觉得怎么样,你可以这样 最后行,总统说这么干 所以所有的事情 都是川普总统主导,没有其他人主导,其他人都是给意见 情况,当年温相主政,让大唐电信主导 国际3G 产业化的时候,本人参与了 实验网测试,也是一地鸡毛,天线向门板 很远就能看到 路侧跑两个路口就掉线 大唐的研发部门向国企工厂,大唐不就是国企吗 上班上到一半,客间操广播响起,全体起身作操 三家运营商实验网测试报告都是政治任务,最后 把这兼聚的任务派给了最有钱的钟一栋 大唐电讯就是国企啊 就是经典国企啊 一地鸡毛,国企做事情就是一地鸡毛 华为就不像国企,不像国企的原因是什么 华为做起事情来,那就是寸草不生 就是 狼文化,华为就是狼文化 华为以前华为的,现在我不了解了,现在可能这情况就少一点 华为的员工没有不加班的 华为所有员工 办公桌底下都有一个 行军床 在那睡觉 最早中国 在中国的科技行业最早的过劳死权就发生在华为 华为 问题看到一些闫丽梦的访谈,为什么好像国际社会对此没有啥反应 他到底了解多少,这个病毒到底有没有解药 我也不知道 因为现在 闫丽梦的访谈我不看 因为我不看那个节目 所以 我不大知道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 闫丽梦在做一件 做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但是这个有价值的事情 现在从现在的进程来看,慢慢的有边缘化的形象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我觉得 闫丽梦要考虑一下 他的position 他应该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来做这个工作 我觉得他现在这个position 对他传播相关的信息不利 提问,按王先生的观点来看,川普执政四年没有清晰的战略 而拜登也是个老牌的政客 看不出出彩的地方 为什么美国这两位总统候选人如此不济 美国是在衰弱吗 美国在衰弱吗?我没有看到美国有衰弱的情况,他仍然是世界第1强 这个没有出现两个靠谱的,就是很厉害的 很强眼的候选人,这个也 不奇怪吧,我觉得 也没什么奇怪的 很正常 为什么?因为他就两个党 其他人跑不出来 那你就两个党,你这两个党现在跑来跑去就 没有靠谱的候选人,或者没有出彩的候选人 我觉得也正常 问题,前几天听了王老师关于教育孩子的视频,想提一个问题外的问题 我们从小被中共洗脑 看了您半年的节目,对西方国家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但有些观念还是被中共宣传的影响,比如二战时 南京大屠杀和731人体实验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种基于 历史事实引发的民族仇恨,该怎么去教育孩子 不被中共洗脑 中共有一个非常基本的 观念,或者是基本的 叫什么,基本的意识形态叫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中共的一个基本的 政治理念 阶级斗争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个成效是什么 就是仇恨 阶级斗争就是要培养仇恨 只有仇恨 他才能够 对 他们认为的敌人采取一个最残酷的手段 所以 阶级斗争的理论 就是仇恨教育 他的目标就是仇恨教育 仇恨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他可以残酷的斗争,对他的敌人,对他指定的敌人 进行残酷斗争 这就是中共的文化 中共的所谓的中共文化就是一个这样的文化 所以包括 所有的 现实的材料 或者是历史的事实,都会围绕着我刚才讲的这个事情展开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教科书里面是充满了这些东西 就是第1个阶级斗争理论 然后就是仇恨教育 然后仇恨教育之下 你可以看到 只要 小孩子被洗脑,或者我们被洗脑,我们就可以看到,对这些敌人 用什么样的措施 都是应该的 所以这就是仇恨教育 该怎么教育 我们对孩子要进行什么样的教育 爱的教育 爱的教育才是 孩子应有的教育 所以我就不展开了 你就要用爱的教育 但是你要抵抗这种洗脑 非常的困难 非常的困难 提问,前几天中共主动提出为港人免费核酸检测 被质疑搜集DNA 让我联想到国内很多城市大规模的筛查和入境人员全员 核酸检测,是否可能是为了全民DNA收集 他们收集DNA能够做什么呢 这会不会侧面解释为什么 国内核酸试剂核的准确率很低,是因为根本就不是检测 病毒 收集DNA肯定是有这个目的的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底线 他没有底线,那么什么事情都可以干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香港人 对大陆的这个 揣测 我认为是靠谱的 所以 而且他大规模的这个筛查,是不是也会收集DNA,我觉得是有可能 但是问题是,现在的问题是 他能做什么呢 他什么都不做,没关系,我先把资料放在这里 以后有用的时候再拿来弄,也许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不懂 但是我觉得他肯定有目的 观点,美国封不了中国的互联网,就像瘟疫 对中国停航,不能阻止病毒进美国 因为只要对其他国家开放,必然可能通过跳转 再进美国,互联网也是一样 排除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封掉中国IP,理性思考一下,这是不可能的 唯一可以 互联网闭关锁国的是中共升级 GFW到白名单制度 封网这条主动权不在美国 你说的也对,但是我刚才讲的不是封互联网 是封 叫数字脱钩 刚才有两个网友 都把我们刚才讲,我们今天节目里面讲的数字脱钩 讲成是封互联网 其实你看今天,你看今天 蓬佩奥,国务卿蓬佩奥的 发言五个领域 商店 手机APP 网络,电缆 这个云储存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叫什么 电讯营运商 没有一个跟 封网有关,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刚才这几个网友 都在讲美国要封中国互联网,我们今天都没有讲过 要封中国互联网 可能是我说的那个在旁边修一堵墙这个比喻 让大家有误解,请大家不要误解 美国没有封中国的互联网 美国是在五个领域 进行数字脱钩 观点,美国根本利益不是外贸就业,而是全球的技术 军事绝对领先地位 以及盟友的信任 中共这几年做的就是偷盗技术,动摇美国的技术地位,四处结盟 拉拢新队伍抗美,这是根本 无论你买不买大豆,那是民间层面的事 中共策略不会动摇 美国与中共对立就会越坚决 OK 观点,5G之所以速度快,是因为采用更高频率信号传输数据 但高频信号在传输中 衰减的会非常快,所以这就是为什么5G信号覆盖范围小的原因 5G信号传播是 OK 我们知道了,谢谢 王先生昨天提到,不合理的事情背后一定有合理的原因,对不起,大概的意思 所以川普在香港的事情上无作为 无作为,虽不合理,但看到背后的原因就合理 原因就是川普不在还在乎贸易协定 新的问题是贸易协定为什么这么重要,川普 大家觉得不合理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看我们昨天的报道 这个中国在采购农产品,还没有达到2017年的水平 那么在采购这个能源,只达到了预定的5% 所以实际上 川普并没有得到他想要 观点,我认为拜登还是有对华战略的方针的,拜登想在产业链上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拜登也认同川普的观点,即中国违反贸易规则 国企补贴 盗窃资产权 拜登也曾指责过川普在香港问题上雷声大雨点小 承诺如果拜登当选 会制裁 拜登想修复盟友关系,统一战线向中国施压 更新贸易规则 有针对性的反击,也希望王老师看一下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初一期读拜登的视频 解读拜登视频,好的 我回去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读不完了 鸣谢一下 谢谢 自从美国开始制裁华为以来,我就开始慢慢买进爱立信股票 但是目前为止涨了30%多 感谢王先生,谢谢 希望能够多涨一点,多挣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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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王老师分享开拓视野的见解 谢谢,微信只适合发 吃喝玩乐 谢谢 请老师吃江南的小笼包和豆腐汤,多注意休息 我们爱你,谢谢 谢谢 情况,GFW拥有数百套曙光 4000L超级服务器,一套2000多万 用来审查 过滤 封杀外网信息 GFW接入骨干网所需要的网络设备 则由华为提供 墙有硬件底层 在北上广三个地方 美国不一定能通过远程攻击或者是黑掉来拆掉它 我觉得美国没必要这样做 完全没必要这样做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点赞哦 谢谢大家